詞曲 李宗盛 議員 業者當時他們也有達到好處 他們用很便宜的代價去取得 那當時政府鼓勵他們用很便宜的代價 讓他取得這樣的一個頻道 就希望他們能夠怎樣 能夠在有限的年度裡面趕快升級 那當然他們現在是講說 哎呀現在的整個設備 因為他們要升級沒辦法升級 是因為那個Intel 他已經很多很多的那東西 重要設備他買不到了 那基地台他沒辦法做 就他該做的時間點的時候他不去做 該升級的時候不去做 合約到期了 你才在那邊叫叫叫叫叫 所以我是支持NCC 你們是遵照合約精神 因為你頻道你沒有達到啊 那我們政府給你那麼好的優惠的條件 沒有收那個像那個市集他們標幾百億的標金啊 沒有 你只說你開放用戶用到以後 我只有收你少許的那些特許會 那你應該利用這個時間點 趕快去升級啊 趕快去買設備啊 趕快去買基地台啊 比如說你說大同電信 他的計畫書裡面他當時承諾說 他要1837個基地台 可是他到今年5月底他只有681個 加上那個抽驗的90幾個台中的 那幾乎達成力不到一半嘛 我在標嘛 因為你現在假如說你讓他再延期的話 你對這些 花幾百億去標的 刺激的這些業者 其實對他們是不公平的喔 那你現在我搞不清楚 所以說你們的副主委 好像跟你的意見不一樣 那請問你 現在你們這樣你們要怎麼處理 這個個案來說 我跟副主委的意見書都已經公布了 那其實 我們一直都還合作愉快 我們互動也都很好 不是啊 那你現在你告訴我 不是 我不管你互動好不好啦 你現在你是堅持你的立場 可是你現在因為他們要達到合約的標準 我看幾乎不可能啦 因為他講他設備買不到嘛 然後Intel Intel他現在不生產了嘛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是不是時間一到 譬如說到2014年的12月3號 快到了嘛 你是不是堅持你的立場 到的話就收回 確實像委員所說的 法規定的很明確 我們只有依法規去執行 沒有其他的想法 對啊 就是按照合約嘛 對不對 你當然沒有錯 我們政府也要承認 政府那時候 立推那個YMES 其實那時候LTE 這兩個技術都已經很成熟了喔 那當時是誰啊 是誰誰出了這個 騷主意 誰立推YMES 是誰 並不是NCC 不過跟委員做 對啊 不是NCC 我知道是誰啊 你講說是誰嘛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錯誤啊 是誰 你們下面的人不要笑 是誰 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我的了解呢 為什麼LTE會當時沒有被選定 是因為 以當時的傳輸速率來說 YMES用的是資訊傳播模式 確實它的傳輸資訊量 比較高 比較快 當時的這GSM 他們所發展的系統LTE呢 還不斷在升級 它叫做LTE 因為它叫Long Term Evolution 它並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跳躍 但是它非常的穩定 所以從一般我們所熟知的 這個3.0到3.5 以及到3.9 它是緩步的升級 所以它現在已經在速率上 可以超過YMES了 當時的情境是這個樣子的 對啊 其實我是覺得當時是兩個評估 其實我們當然政府也有錯 因為我們把這個YMES 列為十大產業 當時就請業者 那政府也出了很大的力量 那個給了他們很大的優惠 其實沒有錢 沒有拿任何東西 就讓他們取得這樣一個頻道 然後他們得到好處啊 那好像得到好處不講 他們不去做 他們該做的事情 到現在沒辦法做 才賴政府 說好像 什麼用過就丟啊 用過那個 那我個人是支持說 你遵照合約 你應該怎麼做 你當時政府又那麼便宜 又那麼優惠的給你們 那你們不去做 那你現在才在這邊說 哎呀那個現在買不到設備 那買得到的時候為什麼不做呢